中心站的记者申嘉宁 你好 嘉宁 你好 曾田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带我们浏览一下美洲方面的消息 好的 首先关注美国人 涉嫌绑架海地儿童事件的最新进展 5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将为10名受到海地检察机关指控的美国人 提供领事服务 案件将由海地司法部门处理 4号 海地检察机关指控 法文件的情况下 带领33名海地儿童前往多米尼加 途中遭到海地警方拦截并逮捕 这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儿童的父母健在 这10名美国人随后 被送往太子港的一座监狱关押 法官大约三个月之后将作出判决 绑架罪在海地可判5年至10年监禁 由于担心儿童遭到拐卖或者受侵害 海地政府目前已经暂停批准地震之后 递交的收养海地孤儿申请 多米尼加航空部门5号发表声明 一架参与海地救援工作的直升机 当地时间4号晚上7点 在多米尼加西部坠毁 飞机上两名美国人丧生 这架4座直升机是在从海地首都太子港 飞往多米尼加北部圣地亚哥的途中 撞上山峰发生爆炸而坠毁的 目前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从5号开始 一股势头强劲的暴风雪将登陆美国多个地区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预计降雪的厚度会达到60厘米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 从巴尔地摩到弗吉尼亚北部 包括华盛顿和西弗吉尼亚的部分地区在内 累积降雪将在45到71厘米之间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着手部署人力 调集物资应对暴雪来袭 一些地区的飞机航班被取消 部分学校也已经停课 美国铁路客运公司取消了从华盛顿 出发南下的多数火车 去年12月中旬的暴雪 引起了人们对这个不寻常冬天的足够重视 住在华盛顿偏远地区的居民 开始争相购买牛奶和面包等食品 在罗克维尔一家五金店 一早上就卖出了近500把雪产 而暴雪也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财政压力 弗吉尼亚交通部门称 这个冬天因暴雪已经花费了79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 而这一切还远未结束 同样遭受恶劣天气的还有墨西哥 在干燥的冬季 墨西哥本周迎来并不常见的特大暴雨 有关机构5号报道说 在米雀肯州和瓜纳华托州洪水冲毁了河堤 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5人死亡 中部地区一些学校关闭 高速公路被封 暴雨引发的洪水已经淹没了数以千计的家庭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当天表示 在过去4天里 受灾地区的降雨量超过正常情况下的8倍 预计仅仅墨西哥城就有将近8000户家庭被淹 经济方面 美国劳工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就业岗位减少2万个 失业率跟上个月相比减少0.3个百分点 三个月来首次跌破10%的关口 劳工部报告显示 1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9.7% 较去年12月份的10%有所下降 就具体行业而言 建筑业及交通业的就业人数在1月份继续减少 但是临时服务行业的工作岗位出现增长 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出现了自2007年1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 另一方面 纠正数据显示 2009年失业人数比先天的报告多出了近60万人 表明去年就业市场形势比此前数据显示出的情况要惨淡许多 美国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危机 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程度最深的一次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莫乐观表示 1月就业报告包含了部分就业市场逐步改善的令人鼓舞的迹象 但是受到几项特殊因素的影响 该份报告数据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 并不能透露出真正的市场趋势 例如为了进行2010年人口普查 联邦政府临时雇佣了9000人 给就业状况带来了暂时的积极影响 另外自去年底入冬以来 比往年恶劣的寒冷天气在一定程度上 给就业形势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最新数据公布之前就有分析师指出 2009年就业市场异常糟糕 而1月份存在一些季节性因素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得就业市场形势变得更加模糊难辨 本台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 位于南半球的秘鲁 现在正经历炎热的夏季 在酷热难耐的时候 来上一杯香醇的皮斯科酒 是当地人最惬意的享受 皮斯科酒是用葡萄酿制的一种白蓝地 秘鲁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 当地时间4号 来自秘鲁全国各地的人们 聚集在首都利马 共享第七届 秘鲁皮斯科酒节的盛宴 在皮斯科酒节的庆祝活动现场 几十名调酒师喝着音乐 调制各种美味的鸡尾酒 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也都载歌载舞 享受惬意时光 皮斯科鸡尾酒是秘鲁重要社交场合 不可缺少的饮品 它是用皮斯科酒加上柠檬汁 蛋清 糖浆和冰块之后 搅拌调配而成的 在秘鲁皮斯科酒的产量 从2002年的164万升 增加到了2009年的667万升 五年翻了两番 出口量则在十年之间增长了11倍 据统计 目前在秘鲁生产皮斯科酒的正规企业 已经达到375家 今天美洲最新的内容就是这些 现在把时间交给北京演播室 好的 谢谢深家您 来自美洲中心站的报道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的新闻继续 好 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 都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呢 马上带您来一一浏览 把时间交给刚强 好 今天的世界头版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英国的美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 日前猪瓦英军的指挥官卡特 透露说英美部队将会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 发动一次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 希望能够将塔利班赶出这个地区 并且强化阿富汗政府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那么这名指挥官没有透露 军事行动具体将于何时展开 在美国增派了3万名士兵之后 目前共有11.3万名外国的部队 在阿富汗和塔利班展开作战 再来看一下俄罗斯的生意人报的投版的一个报道 俄罗斯审计部门近是提交的联邦预算就显示了 俄粮食干预基金 今年将会面临8到10亿卢布的预算亏损 那么这个粮食干预基金 是由俄罗斯农业部在2008年的时候建立的 它的目的就是稳定俄罗斯的粮食价格 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 该基金开始对农产品以及食品市场 实施一系列的干预措施 但是由于收购价是高于市场价 而且之后价格一路下跌而导致了亏损 目前的农业部已经向政府申请补偿损失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拿大的全国邮报的投版 说到了加拿大银行的行长马克卡尼 目前是一改往日的积极姿态 他表示说了向媒体放出了这样的狠话 加拿大未来10年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经济波动会使得每个加拿大人的年收入减少多少呢 3万美元 加拿大的经济增长仍然有潜力可发 而目前的生产效率是太低 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加拿大要落后于同等水平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一下阿联酋的海湾新闻的投版 说到了迪拜政府在军人宣布 在近海岸的地区发现了新的油田 而且是位于现有的拉西德油田的东部 那么到目前为止 该油田的储量还没有探测清楚 那么对此阿联酋政府表示说 该油田的发现将会加强阿联酋的经济实力 提高原油产量 一旦该油田开始开采 将会促进阿联酋经济增长明显的提高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俄罗斯的俄罗斯报的投版 5月9号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节日 胜利日 那么今年是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65周年 今年的胜利日会否有大赦的问题 是目前俄罗斯民众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 日前司法部长科诺瓦洛夫 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是会有一次大赦 而大赦的具体范围和形式 目前仍在推敲当中 但是他指出了老龄的囚犯 以及经历过为国战争时期 苦难日子的这些囚犯 将在大赦范围之内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头版的内容 把事件交换给增添 好的 稍后回来中国新闻 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带给您 一会儿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部分了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熊猫回家的消息 那昨天晚上呢 大熊猫美兰是回到了她的老家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由于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飞行 美兰回到老家的第一晚 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 来看一下报道 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 美兰回到她的老家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家乡的小朋友和基地工作人员 挥舞采集 头戴熊猫纸帽 热烈欢迎宝贝美兰归乡 美兰首先被安置在专用的检疫场 但进入新家后 美兰却出现了紧张 焦躁不安的情绪 反复在新家里爬上爬下 坐卧不宁 饲养员为她特意准备的竹子和苹果 也没有吃一口 我估计的话这种情况 在明天就会缓解了 对 那今天晚上她会吃到 她和咱们故乡的第一顿饭吗 我估计的话在后半夜 等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会慢慢从墙上下来 吃点东西 但是不会太多 这个也正常 这个情况还在我们的掌控之间 成都基地的专家 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 随行饲养员 将对美兰进行跟踪观察 新安排看护美兰的饲养员 今晚也将彻夜为她守候 对于美兰来说 她在故乡的第一晚 多少让人有些牵挂 但是专家解释说 这只是大熊猫 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的 一种正常的应急反应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 美兰在经过两三天的调整之后 能够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 新华车的消息 昨天凌晨所发生的 归昆铁路六栈附建隧道工程的 他方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进展得很顺利 到昨天的23点 从他方体移厕所开挖的 营救洞的决定深度 已经是达到了7.5米 被困人员有望在今天全部脱困 那昨天下午呢 抢险人员临时的安装了送风 还有运送食品银水 以及通讯工具等等的管道 这个管道现在已经接通了 目前呢 在这起事故当中被困的八名工人 身体状态良好 鉴于云南和广西两省区 汉情不断